来看看这个高铁的简易转程图示 您看得懂吗 最近有网友就拍下了这个高铁月台上的转程图示 上头有四种交通工具 除了计程车跟客运之外 另外两种其实好像不太好分辨 有网友就发文说 这对于外国人来说应该非常困难 但也有人觉得说连台湾人都没把握全对 对此高铁表示 为了方便旅客到站之后 快速掌握转程的资讯 才会以简易图示表达 高铁台北站下车后 要转成其他交通工具该往哪走 抬头一看 这四种交通工具图示并列 都往同一个方向 但图示上的四种车 民众看得出来分别是哪些交通工具吗 这种车是什么 这种车是什么 这是车 车是车 这种车是车 车是车 这种车是车 这种车是车 车是车 对外国人来说很难 对台湾人辨识的出来吗 台铁 这个是公车吧 错了 你错了 这个是高铁 火车吗 公车捷运 这两个我看不太出来 有一个应该 随机访问的台湾乘客 也全军覆没 都没人全部答对 对此高铁解答 左至右 第一个毫无疑问是计程车 第三个是客运 而最让大家周结的 第二个仔细看 轨道较短的是捷运 第四个轨道照常的是铁路运具 高铁解释为了方便旅客到站后 快速掌握乘车资讯 才会以简易图示表达 而台北站自2018年安装以来 迄今并未直接接到 由旅客反应无法辨识 除了高铁 先前也有民众拍到 台铁逐中站的路牌 火车图示向下颠倒 也引发讨论 而这回换成高铁转程图示 在网路上意外变成猜谜游戏 记者送报道 按 写刑 写刑